楊慧如 楊慧如已經被北檢他們起訴 原因就是她還有她下線蔡富明 他們可能就是之前 在去年導風向IDCC的網軍 也是間接地造成了我們 駐日大阪辦事處 蘇處長的死亡的原因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楊慧如應該趕快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而且祝日代表謝長廷也應該回來 好好的把這件事情說清楚 因為由這件事情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的楊慧如他可能有受到一些委託 然後倒風向 然後造成了蘇啟臣處長之死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的嚴重 那另外我們知道說 現在在幫楊慧如打官司的律師 都是嘉義幫的 是蔡壁仲次長以前的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另外還有幫蔡芙明 就是一起打官司的 也是嘉義幫的 是也在幫陳明文 目前在打高鐵 已失三百萬現金的官司 所以你看到說 其實為什麼綠營會那麼重視 楊慧如跟他的下線的這個官司 而且聘用的都是這麼大牌的律師 而且都是嘉義幫的來幫他打官司 可見楊慧如跟小英英派的這個陳明文 應該是有非常深厚的淵源 要不然不會找到這個鷹派大佬 陳明文 這個辯護律師 來幫他打官司 可見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民進黨是脫離不了關係 那我們希望呢 這其實應該大家要 全民要監督 剪掉了也應該針對這個農委會的 1450的這個案子 好好的去查 看看他們的精流 這樣子才知道說 到底是誰 是不是小英政府 用納稅的錢 在養網軍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政治呢 其實這樣走向一個不清不楚的 而且抹黑的政治文化 這是非常的不好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就剪掉這個報告 然後就是說出了網軍這個真相 對 那對於現在的網路攻擊 然後現在韓國瑜就是不斷的遭受攻擊 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產業連 因為他有上下游 那如何來做這個評論 其實就是韓國瑜其實昨天也在臉書上有發表聲明 他就是希望這個就是蔡英文 蔡政府應該出來說清楚 講明白針對這件事情 那當然之前一直都被抹黑 被這些不同的網軍所抹黑 所以我們也是覺得這件事情 唯有下架蔡英文 事情的真相才會水落石出 好謝謝